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吃透鲁班的被动技能 鲁班的被动技能扫射是其主要输出技能 每次对敌方造成6%最大生命值的物理伤害 每100额外攻击力提升1%的效果 那我们就要知道什么是额外攻击力 大家看水性列表 攻击那一行里加号后面绿色的数字 就是额外攻击力 大家一定要卡住100额外攻击力的预值 因为没有达到整百的情况下 扫射的输出是不变的 简单点说就是你加100的额外攻击力 和加199的额外攻击力 扫射的输出都是一样的 同时鲁班的被动扫射是可以进行塔外点塔的 可以利用这一点更好的推进 作为一个没有位移的射手 在峡谷中 小鲁班全年被击杀数超60亿次 所以还是需要一定的坦度 保证自己不被秒时 利用高额的吸血和输出反杀对手 所以鲁班的出装名文我推荐这套 前4分钟鲁班的一个大招就可以清掉一波兵线 在辅助去干渴或者敌方想要压你塔的情况下 可以利用大招来清线来守塔 也就保证了自身的安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你在扫射的过程中放技能或移动都是会中断扫射的 所以需要在打团的时候注意自己的站位 在操作上每次释放技能鲁班都会触发一次扫射 这里你在释放技能时松开方向键 再点击品约 可以让技能和扫射一同打出 将每次扫射打满 瞬间打出爆炸伤害 鲁班的二技能是可以拳突释放的技能 经常可以造成远距离击杀 抢龙 但值得注意的是 鲁班的二技能命中敌人会暴露自身视野 所以在蹲草埋伏时 千万不要乱放二技能 以免暴露视野 二技能附带一个会把近身敌人推开命轩音的效果 所以在后期团战中 留一个二技能来防备对方的刺客 说不定可以救你一命 鲁班是一个战装射手 逃生能力较弱 所以更需要小心解身 鲁班的三个技能都可以探草 召唤时技能我推荐带闪线 而且可以配合闪线 打出二闪这样的操作 在关键时反杀对手 甚至可以反向二闪 将敌人推回塔内 鲁班对线非常的强势 在上线前可以空V四下 积攒好被动 上线直接扫射 配合一技能在触发扫射 可以很快的倾线达到二级 遇到直接对拼也不怕 注意小鲁班的扫射 是有穿透伤害的 可以在攻击敌方英雄时 也可以打到兵线 这样可以边消耗敌人 边升到二级 一发二技能接扫射 就可以直接带走残血敌人 团战中 鲁班在保证 自身站位安全的情况下 可以优先处理敌方前排 因为鲁班的被动 是按百分比掉血 所以坦克也扛不住鲁班的伤害 要记住一句话 活着才有输出 只要大家掌握好这些细节 鲁班小小的身躯 一定可以爆发出巨大的能量